看娱乐八卦 砍港圈风云 揭秘明星背后的故事 大家好 这里是港圈日报 2016年 蔡绍芬夫妇在接受媒体访问 原本愉悦的气氛突然被一个记者打断 你有留意刘兰雄先生会再结婚吗 此话一出 蔡绍芬瞬间黑脸 连一旁的张进似乎都在等待一个回答 彼时 香港传奇人物刘兰雄刚刚和甘比完成结婚登记 而蔡绍芬也一句 我想 我们不回答这些问题了 匆匆离场 丈夫张进也极为尴尬 只能用干壳来面对这个局面 在刘兰雄的《女星后宫传》中 蔡绍芬正是一名不可或缺的贵妃 所以 她即便是在五年前躲过了媒体的追问 却无法躲掉与她生命中第一个大哥刘兰雄 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蔡绍芬的童年拿的是灰姑娘的剧本 爸爸是一名普通的公交车司机 妈妈却是富贵命 整日流连于排局 本不富裕的家庭被妈妈越输越垮 于是 在她六岁那年 父亲丢下母女俩扬长而去 这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后来 母亲更是将心思放在女儿身上 开始自己的造星计划 因为当时选美很盛行 1989年夏天 蔡绍芬被迫参加TVB举办的模特大赛 以往那个缺痴少穿的小姑娘 换上漂亮的大裙子后 瞬间麻雀变凤凰 但到了最后 却因为缺少舞台经验而被淘汰 这次比赛的经历 给蔡绍芬留下了极深的心理阴影 失败了 不但没有受到鼓励 反而还被母亲数落 不曾想三年后 她却登上了香港小姐的讲台 也就是这个时候 她遇到了纠缠了半辈子的男人 刘兰雄 1991年 蔡母又一次给女儿报名了选美比赛 17岁的蔡绍芬 像刚刚熟透的桃子一样 盈润丰满 想不突出都难 这次 她从容不迫地 直接走到了继军的位置 挽着郭爱明和周嘉玲 一同走上了颁奖台 本以为蔡绍芬今后的路会越走越宽 可谁又知 母亲早在她的前方挖好了坑 签约TVB之后 蔡绍芬很快就迎来了 自己的第一部戏 极度空灵 同剧组有郑一剑 罗嘉良等人 和蔡绍芬搭戏的是陶大宇 不仅和明星演戏 还拿到了丰厚的报酬 可惜她的报酬 向来只是过过手 还不等雾热 就会立刻划走 作为妈妈的排局资金 家里有了赚钱机器 让蔡母越来越猖狂 在排局上 一出手就是几十万 局越玩越大 当然输得也越来越多 很快 蔡绍芬拍戏的酬劳 就供不应求了 蔡母心生一计 既然女儿已经是明星了 就满足了接触富豪的条件 于是 脱各种关系 搭上了富豪刘鸾雄 狠心把蔡绍芬卖给刘鸾雄做小三 那时候 刘鸾雄不仅是有家世的人 更是被称为女星狙击手 当时 围绕在刘鸾雄身边的女人 就已经有了李嘉欣 洪欣等人 但刘鸾雄自然是不介意 再多一个女人服侍自己 一时间 蔡绍芬当了刘鸾雄小三的消息 不进而走 这一次 她更是被媒体扒得金光 第三者 烂赌的母亲 破损了家庭 这一件件的报道 让蔡绍芬的形象 直接已落千丈 但刘鸾雄也没有亏待蔡绍芬 一口气 帮蔡母还清了全部赌债 蔡绍芬更是在刘鸾雄的操作下 事业发展非常迅速 各种顶级资源 送到面前任她挑选 原本蔡绍芬对这个 已经上了中年的男人 非常抵触 但也抵挡不住一个男人 如此厚待自己 慢慢从底处变成了喜欢 也正因为如此 身为刘鸾雄 情妇之一的李嘉欣 记恨起了蔡绍芬 认为她抢走了属于自己的偏爱 良人甚至时不时 会在网上互泼脏水 这情妇 一做就是六年 刘鸾雄 就送了千万房产 给蔡绍芬 钱财来得太容易 蔡母并不知足 反而在赌场上 更加肆无忌惮 结果再多的钱都嫌不够 六年里 蔡绍芬用自己赚来的钱 和刘鸾雄给的钱 帮妈妈还债过亿元 到最后 她甚至只能变卖自己的产业 可是 蔡母并不悔改 认为傍上了刘鸾雄这个提款机 就像一个无底洞一样 夹榨着女儿 与其说蔡绍芬为了名利 跟刘鸾雄 不如说 是她有一个无底洞的母亲 相对于其他女人 蔡绍芬虽然卷入了后宫争斗 但视野一点也没落下 七年之间 蔡绍芬一股脑 演了十八部电视剧 以及十八部电影 片约和通告 忽然像洪水一样泛滥 蹲在刘鸾雄身边的时候 她一直很努力地 用实力证明自己 蔡绍芬的人员 在圈里也是非常好的 甚至刘鸾雄的原配 保永勤曾表示 在老公那么多的女人中 她最不恨蔡绍芬 她只是一个可怜的孩子 不仅如此 保永勤得知 蔡绍芬没有接受过正统的学习 甚至还请老师教会她英语 增加礼仪知识 让她能得体地 出席各种活动场合 保永勤是准备让蔡绍芬接班的 蔡绍芬乖巧听话 让刘鸾雄感觉很多贴心 没过多久 刘鸾雄好之百万 给蔡绍芬在香港有名的 历经酒店过起了生日 一时间献煞众人 这事李嘉欣知道了 自然不能让她好过 想方设法进入了生日宴 趁人不注意 给了蔡绍芬扇了耳光 甚至狠狠地在肚子上踢了两脚 这两脚 直接让蔡绍芬 在医院休养了很久 才恢复过来 这一脚也让李嘉欣 被刘鸾雄踢出了局 经过这一事后 蔡绍芬感到一阵后怕 于是她决定离开刘鸾雄 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转折点到了1997年 蔡绍芬凭借着出演 尿首人心 一跃成了香港史上 最年轻的时候 一跃到了TVB的 一线明星 火遍香港 蔡绍芬遇到了人生的 第二个男人 那就是吴奇隆 28岁的吴奇隆 刚服完兵役回来 身背巨额债务 选择前往香港发展 两人因拍摄 还我倾心相识 并知道了双方 都是同样的遭遇 相似的背景 让两人感情迅速升温 很快就在一起了 当时他们在一起的消息 引起了轩然大波 吴奇隆未付还债 蔡绍芬和刘鸾雄的过往 也自然再次被扒了出来 一时间 两人都顶着巨大的舆论风波 那段时间 蔡绍芬一边帮母亲还债 一边承受舆论的值值点点 好在那时 吴奇隆一直给他安慰 更让他生出了 想保护蔡绍芬的念头 甚至官宣承诺 会好好对他的 从跟着刘鸾雄开始 直至2000年 蔡绍芬都在帮母亲偿还债务 26岁的她出道了近10年 却没有存下一分钱 这时候 濒临崩溃的蔡绍芬 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2000年 蔡绍芬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宣布与母亲断绝母女关系 蔡绍芬声明了 以后不会再为母亲偿还一分钱 并指出了蔡母 逼迫她的所作所为 这消息一出 空洞了整个香港 蔡绍芬成了舆论中心 所有人都对她 指指点点 蔡母知道后 暴跳如雷 生怕没人帮她偿还债务 开始脱关系 引起关注 一边痛哭流涕 博同情 一边指责蔡绍芬 是在扭曲事实 甚至把蔡绍芬 做三的这件事 称为她个人自愿的 这是蔡绍芬人生中 最黑暗的一年 这件事情结束后 她突然报收20斤 瘫痪在床上 无力无弃 像死了一样 不过男友吴奇隆 似乎无意介入 她只是讲 人家家事 我不理 吴奇隆虽然对蔡绍芬的 过去不介意 但是在最该陪伴的时候 并没有到位 于是 蔡五恋情 画上了终点 到了2003年 蔡绍芬遇到了 自己的真命天子 张晋 当时 蔡绍芬在内地 拍摄水月洞天 但她的普通话 却很糟糕 当时 整个剧组 只有张晋 会讲一些粤语 自然而然 这两人就聊了起来 聊久了 自然就熟络起来了 张晋向她表白 但蔡绍芬拒绝了 当时的她 还未从失恋的心情中走出来 自然无心接受另一个人 加上早年经历过的事情 让她不敢面对一份 如此真挚的感情 张晋也没有死心 直到第三次表白 蔡绍芬才答应 但她提出了要求 不接吻 不牵手 不公开 张晋虽然无奈 但还是接受了 这一年 蔡绍芬已经30岁了 在一起后的6年 张晋对蔡绍芬极尽宠爱 得知她被原生家庭伤害过 尽一切地包容她 也不介意她早年的过往经历 与此同时 蔡绍芬事业也又有了起色 2008年 她主演的电视剧《珠光宝气》 一经播出 收视率便直标榜首 蔡绍芬也因此 荣灯事后 一时间 各种资源找上门 在事业成功之际 蔡绍芬嫁给了张晋 在宣布这一消息后 掀起无数争议 蔡绍芬的过往 又再次被扒了出来 张晋的父母得知后 非常不满意这儿媳妇 但张晋同样 依旧保护着蔡绍芬 并做出声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 当下的我们 应该好好把握未来 婚后第二年 一部甄嬛传 让蔡绍芬在内地封神 张晋也不甘落后 凭借着一代宗师 拿下最佳男配角 甚至在领奖台上 大胆表达了对蔡绍芬的爱 对 我这辈子的幸福 就是要靠她 台下的蔡绍芬 已经感动到热烈盈眶 这一刻 蔡绍芬是幸福的 如今 两人结婚多年 依旧恩爱如初 还孕育了三个可爱的孩子 同时也成了圈里的 模范夫妻 蔡绍芬无疑是幸运的 但这份幸运 是靠她努力得来的 她虽曾跌落谷底 她却能凭借实力 走向成功 最终 活出属于自己的人生 那么 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